Hello,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这个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我们这边叫它狗爪豆 你们那边叫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分享狗爪豆 最好吃,最下饭的做法 买回来的狗爪豆 我们加入几勺食盐 然后加入清水 多清洗几遍 因为它这个狗爪豆表面 是有一层特别细的绒毛 会藏入特别多的灰尘和杂质 食盐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像这样把狗爪豆抓拾干净 大家看一下这个水特别特别的脏 然后再换清水 用清水多清洗两遍 清洗干净的狗爪豆直接放入锅中 然后再加入清水 清水的量一定要没过狗爪豆 然后盖上盖子 用大火把狗爪豆煮熟 这会儿我们的狗爪豆已经煮了有20分钟了 完全熟透了 我们先把火关了 然后用漏勺把狗爪豆捞出来 直接把它放入清水中浸泡着 稍微泡凉后 我们再来把皮剥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狗爪豆是特别好剥皮的 如果喜欢口感好一点的就不用剥皮也可以 像这样就可以了 用同样的方法把所有的皮都剥了 这种剥了皮的狗爪豆吃起来就比较软比较容易入味 如果不剥皮的话比较爽口好吃 像这样就全部剥好了 然后就这样用清水浸泡一天一夜 朋友们一定要浸泡过再来吃哦 一次煮太多吃不完的话 可以让它这样用清水浸泡着放在冰箱里面保存 下一次再煮也是没有关系的 中途我们要换一下水 现在我们这些狗爪豆已经泡了一天一夜了 我们取适量的出来炒 把它切成斜刀片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来切点泡椒 这个泡椒是我们上一次用啤酒泡的特别的漂亮 再来切几百大蒜 把它切成蒜片就可以了 切好装碗中备用 再来切两个青椒 先把纸去了 然后切成小块 切好装碗备用 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油 油热后先把蒜片和小米椒下锅爆香 爆出香味后把狗爪豆倒进来 继续用大火翻炒 把里面的水分稍微的炒干 一定要多炒一会儿 把水分炒干了 吃起来比较香 现在我们大约炒了有三分钟左右 加入适量的食盐调味 再加入一点点白糖 耐气鸡精鸡鲜 然后继续翻炒 这样炒出来的狗爪豆才刚香入味 这个时候我们把青椒加进来 青椒翻炒至断生 我们加入适量的蚝油 少许生抽 继续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狗爪豆这样炒着吃 我觉得是最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口感绵软 味道独特 香辣入味 特别的好吃又下饭 如果您还有更好吃的做法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哟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可家妈妈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